刚才小帕有说它可以是方形的 但你也有可能是方形的 我觉得我可能是落地 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是落地 第二轮 别偷看啊 这也该闻闻了 这个我刚刚看到很多 小帕 这个东西上面可以有很多 可爱的小动物 小花纹 这个东西它可以用很多材质 这个东西可以有很多的颜色 那个东西可以是方的 现在该我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落地 因为我抽到的是明前刀 但是它们的描述都有很多材质 然后也有很多颜色 刚才小帕有说它可以是方形的 那肯定不会是这种 因为笔怎么可能是方形的 明前刀也可能是方形的 我觉得我可能是落地 它们一个是方形的 有各种材质的 有各种颜色 我猜应该是笔带 就是铅笔盒之类的 我要买这个 我还看这里真的太大了 我完全找不到 那我就买这个 还可爱的熊猫 我记得我刚刚好像看到了在哪里 这不就是吗 它是满满一框子 先备选这个吧 然后我们再去里面挑一挑 怎么样 这个好看吗 感觉这个好精致 这个蓝的怎么样 我决定要它了 买了两个去买单了 该我的第二轮了 我刚刚这边都逛过了 这种笔也好可爱 做成那种堂纸的样子 逛文具店怎么这么有趣 这次我就直接开始买吧 这个好看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卧底吧 我先来分析一下它们的东西 可以有各种材质 我觉得文物应该不是 然后夏天说的太笼统了 脚趴说可以是方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是卧底 因为我的东西是带 笔带可以是方的吗 文具盒可以是方的 但是笔带这两个字 就说明它是带子 好烧脑 难道是笔筒 我要买笔筒 我要买笔筒 好想买熊猫的东西 好可爱 这个就是笔带 要不这样吧 我先买一个这个 我先要公布笔筒 笔带只是我个人收藏 这边这么多 全都是笔筒朋友们 买一个最便宜的 那就拿个这个 走吧 第二轮了 现在就直接到目的地吧 这里有好多笔 好到了 好多好多 我的任务不是就是要找笔带吗 透明的 这好可爱 这边也有好多笔带 这个也不错 五颜六色的 这个小娃娃的笔带好可爱 要不然买一个这个好了 还有这么多 真的是选择困难症 走走走 差不多了 我们该回去了 拿到了 第二轮的东西也已经全部买完了 那就直接开始来指认咯 到底这一轮神势卧底呢 三 二 一 小发 我问 我吗 哦 哦 我你指认自己 对我指我自己 我觉得是小发 我也觉得是小发 那就导演来公布吧 我们已经都投票了 这一轮的卧底是夏教练 哇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我自己猜到我试了 先公布一下你买的东西吧 就买的是 我认为应该是笔带或笔盒之类的 我问的是什么 登登 那我猜对了 文具盒呀 我猜对了就是文具盒呀 那你的原始答案是什么 夏天的答案会是 原来是笔吗 笔盒书吧 哇 耶 耶 那么这一次的文具版 谁是卧底的最终获胜者 就是 夏天 哎 不是说有什么奖品 那奖品是什么 奖品就是 所有的文具都可以归 夏天所有了 哇 这么多 真的呀 真的呀 爱爆好多呦 哇 好羡慕啊